那時候就有五十六十幾個左右的立法委員都在現場 那大家就紛紛的去關心就是柯文哲主席的情況 也問了他一下就是說那昨天在這個看守所裡面有發生什麼情形嗎 就大家都很好奇問了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其中可能就也有問到包含像是手機啊 包含像是USB啊等等的問題的討論 但這都是在現場有非常多人的情況之下 並不是單獨或是個人的密室的屁談 從來沒有這樣的事 吳宗憲委員坐車的時候是坐在黃建豪的隔壁 那他們兩個並沒有私下相處的對話 這一點我是能夠作證的 都是在大庭廣眾之下身旁為了十幾個人 那當然你說有沒有討論到什麼USB跟手機 我想是有的 因為大家都互相問來問去 所以問了各種問題 像我問甜麵包 有的人問他說那檢察官的態度 這都有 很多問題甚至不是他自己主動去提出 是我們問他的 所以我們問他的問題跟他自己主動提起來 那我覺得也不能相提並論 再者他當天也沒有所謂的 這個很憂心的狀況 反而我們看到當天的柯文哲是老神在在的這個情況 所以跟後續所報導出來的內容 我覺得不是很相符合 從來沒有人在討論什麼 問我說 那個損身碟會不會被破解這個事情 所以從來沒有這個事 那柯主席從來沒有私下找過我 但是一天十幾個圍在那邊聊天 柯主席有沒有站在那邊 有 因為那天有很多時候都是一群人圍著 那我們站在那裡都有 各個人黃國昌或是國民黨的委員很多都在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意思是什麼 好 當然曲曉卿講這個事這沒有錯 因為所有的人都擔心說前方會不會又違反政策 他不公開把資料丟給記者去亂發言 請我們還原一下就是當時這個柯文哲被爆料 柯文哲被爆料說柯文哲到底真相的是什麼 其實那一天是復婚級總召母親的這個公祭 那所以呢當天剛好也是就柯文哲主席 那他剛好就他沒有被羈押的那天 所以他也一起跟我們到了復婚級母親的公祭 那我們會經過幾個環節 就是呢第一會先到松山機場 那那裡有一個後機室 那也是一個公開的地方 就是因為那時候只有一個航班嘛 所以後機室裡面也只有我們啊 還有那個民進黨的吳思堯委員人也在 就在附近 然後呢那時候就有五十六十幾個左右的立法委員都在現場 那大家就紛紛的去關心就是柯文哲主席的情況 也問了他一下就是說那昨天在這個看守所裡面有發生什麼情形嗎 就大家都很好奇問了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其中可能就也有問到包含像是手機啊 包含像是USB啊等等的問題的討論 但這都是在現場有非常多人的情況之下 並不是單獨或是個人的密室的屁談 從來沒有這樣的事 像我也有提問 我提出的問題是你吃了幾頓甜麵包 所以每個人問的問題不盡相同 但主要都是好奇於說那他到底在裡面呢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發生什麼狀況 以及這個案件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進展 那在飛機上來說呢我的座位隔壁呢 後來我相信大家有看到這個照片 就是我隔壁坐的是吳宗憲委員 所以呢因為我們都是繞來繞去的 並沒有同一個時間跟柯文哲主席談話 所以後來在機上聊天的時候呢 那我的印象所及啦我的印象所及 吳宗憲委員是有跟我提到說呢 他跟柯文哲主席在聊天的時候喔 那柯主席他有提到說他會很擔心說他很多的一些資料被拿去被別人編故事 那其中就包含像是什麼USB啊什麼手機啊對話啊等等的一些內容 因為他是覺得說裡面設計可能很多他跟比如說一些黨務的對話 那可能一些比如說他們在問政上面的一些內容 那可能是比如說假設我舉例啦這不是他講 我舉例假設說有一個人然後跟我爆料 然後說政府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說因為這個手機被檢方扣了 那是不是看一看就會看到其他的案子 然後反而那個人他就沒有被保護到等等之類的問題 他的意思是說會不會因為手機跟USB等文件 或者是這個機器被扣押之後 那其他文官案情的部分 然後也被拿去編寫做文章 他對這個部分他提出他的疑慮 但是他個人在當天他所表達對自己的清白他說非常有情形 所以我當天所聽到的情形是這樣 所以不管柯文哲他本案是如何 但是實際上面第一他坐飛機的時候是坐隔壁 這個吳宗憲委員坐飛機是坐隔壁 第二吳宗憲委員坐車的時候是坐在黃建豪的隔壁 那他們兩個並沒有私下相處的對話 這一點我是能夠作證的 都是在大庭廣眾之下身旁為了十幾個人 那當然你說有沒有討論到什麼USB跟手機 我想是有的 因為大家都互相問來問去 所以問了各種問題 像我問甜麵包 有的人問他說那檢察官的態度 這都有 很多問題甚至不是他自己主動去提出 是我們問他的 所以我們問他的問題跟他自己主動提起來 那我覺得也不能相提並論 再者他當天也沒有所謂的這個很憂心的狀況 反而我們看到當天的柯文哲是老神在在的這個情況 所以跟後續所報導出來的內容我覺得不是很相符合 因為那一天包含是飛機過去跟飛機回來在後續室裡面 我們都有跟他稍微談話 那他從頭到尾是沒有表現出形色緊張等等的樣子 那都是還蠻怡然自得的 所以他不斷的都有跟大家表示說他對他自己個人的 這個清白跟案件相當有信心 那他是有其他不希望有其他無聊的編故事的問題發生 那覺得呢會不會被拿來說毀他親遇這樣子的事情 這是我所了解到的情況跟大家多說 講得很清楚啦 對啊 因為當天問我的問題是 有沒有他有沒有很 因為有人是說什麼他很擔心 然後跑來問我 因為肌肉會破解嘛 那我當天早上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從來沒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那至於大家對於偵查不公開 檢察官總是違反偵查不公開 把資料外洩這個已經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所以徐曉青說就是您就是有說就是柯文哲很擔心他 不是柯文哲 是當天有非常多人圍在一起 十幾個人在那邊聊天 你一言我一語 所以我在當天早上受訪我已經有說了 任何時間我遇到柯主席都是 旁邊都有至少十個以上的人 大家圍在那邊然後你一言我一語 我們在那邊談 那大部分呢都是對於說 現在檢方總是違反偵查不公開有意見 所以他們當天在討論是這個 從來沒有人在討論什麼 問我說那個水分碟會不會被破解這個事情 所以從來沒有這個事 那柯主席從來沒有私下找過我 但是一天十幾個圍在那邊聊天 柯主席有沒有站那邊有 因為那天有很多時候都是一群人圍著 那我們站在那裡都有各個人 黃國昌或是國民黨的委員很多都在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意思是什麼 好 當然曲曉卿講這個是這沒有錯 因為所有的人都擔心說 檢方會不會又違反正常不公開 把資料丟給記者去亂發言 所以不是柯文哲擔心 是所有人在場的都替他擔心 你今天如果去問每一個委員 其實大家的看法都是一樣的 包括我現在也對於正常不公開 會多次質詢保護者 好 謝謝委員 謝謝